亚克力外照LED灯加上精心创作的福州乌塔软木化灶景 眼前这个微型晶体软木化台灯出自年轻的软木化工艺师郭利之手 他希望大伙能通过非遗工艺感受到福州传统文化的记忆 8月1日上午,记者在福州西园约访了郭利 见到郭利时,他正在忙碌着 手拿刻刀小心翼翼地在薄片上雕刻着 郭利是土生土长的福州人 20岁时,他曾赴意大利维尼斯大区美术学校艺术设计专业学习 毕业后在意大利从事工艺品设计工作 一个机缘巧合让他接触到了软木化 并被软木化的精致工艺所吸引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回到福州拜师学艺 因为软木化它是无法院机器代替 它只能是纯手工 它所做出来的每一幅画,每一幅景 都有它不同的特点跟特色存在 如果一幅画放在那边 你会感觉有那种森林起敬的一种美 它是一种记忆的一种传承 回到福州后 郭利是从福州软木化代表性传承人 陈君坤学习软木化设计 布景及雕刻制作记忆 软木化的制作过程精细且繁杂 要经过选材、雕刻、拼接、砖框等工序 软木化不仅有平面 也有立体的 较之平面浮雕 立体软木化工艺更为防复 功夫不负有心人 郭利的记忆日渐提升 如何将非宜工艺演变成生活日用品 成为了他日常创作中思考最多的问题 我们现在做一些创新创作的一些产品 想重新推广到国内外各个地方 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我们这个中国福州这边传统老公艺 老手艺软木化 让我们这个软木化想重新振兴跟发扬起来 因为这批主力军基本上都是00后、90后或者80后 他这批的消灰品就是稳算性 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发展 为他们服务 使他们对传统的手工艺的革新变化 使他们有点认识 使这个软木化永远发展下去 传承下去 记者而解到 福州老木化是中国著名的传统工艺品 它以双树皮为材料 雕露粘结成亭台楼阁 树木花草 小桥流水 回篮取径 以及人物鸟兽等 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 2008年录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一场名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